所以就碰到我們大概這個意思了 所以講到美食 這些特別來賓他們是最了解的 他們才是真正的 歡迎我們的台灣團代表 歡迎 大家好 是的 每一位都是美食節目主持人 對 那我們Sam老師來 Sam老師對美食也很有研究 喂 你不要亂講 他本來是要去隔壁路走錯棚 他應該要去你人 我先跑 沒有 我分享很多美食 真的 對啊 分享很多 當然來介紹了他們 能不介紹對面嗎 愛吃又能吃 食量大到 可以把台灣吃垮 我們的聯合國新南 歡迎你們 台灣美食想叮叨 外國新南也愛嚐 今天就要請新南們 推薦他們心中最愛的台灣美食 看看外國人的口味 到底跟本地人是否一樣 想知道是哪些美食呢 請看今天的1 2分之1強 我還沒來台灣的時候 就是我對台灣的印象 就是台灣人 小籠包 對 還有吃辣麵 辣麵 辣麵不是日本的嗎 辣麵還好 還有 不是喔… 對嘛 辣麵是日本的嘛 對啊 我後來才知道 你後來才知道辣麵是日本的 因為辣麵也在日本 就是辣麵這個東西就是 很多地方在那個 中國料理的店在賣 然後所以就是說 因為中國也會有那個辣麵 用辣的麵 辣的麵 對… 然後呢 所以那個時候都不知道是 在日本 在台灣就是大家 後來發現是你們在 喜歡日本的辣麵 然後想說我一開始來到台灣 我就找辣麵店 有沒有好吃的辣麵店 結果他們就是 很好吃喔 對 好吃… 牛肉麵也好吃 但是我的印象是 台灣人都會吃辣麵 在英國念書的時候 我的同學很奇怪 有一次問我說 為什麼你們台灣人 都就是坐在路邊吃飯 他說你們是不是都沒有餐廳 對 他們以為就是台灣沒有那種 餐廳可以去吃東西 他如果去看到拍戲的劇組 大家都躲在路邊吃邊 會不會以為我們是難民 有可能喔 然後我就問他為什麼 他就有看照片 就原來是我們那種夜市 或者是有一些海產攤 你不是桌子會推到棋樓上 然後大家坐在棋樓吃吃喝喝 他以為我們台灣 只有那種吃的地方 我的朋友 國外朋友我帶他去逛夜市 夜市很奇怪 就是你知道那個 藕花米霜的地方 它有一股那種很酸的醋味 烏醋味 香對不對 超香 對 不知道為什麼 烏醋然後旁邊一定會那個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賣麵線旁邊一定會賣臭豆腐 但是你知道嗎 麵線跟臭豆腐 那個烏醋味道跟臭豆腐 聞起來的時候是會很衝突的味道 然後我有一次帶我的那個國外朋友 他是從澳洲來的 然後我們去吃蚵仔麵線 他很喜歡吃麵線 但是他吃到那個蚵仔的時候 抱歉…大腸 裡面有大腸 他吃到大腸他覺得很噁心 他說為什麼我們會把 我們為什麼會把那個 就是豆皮裡面 包那個鼻涕在裡面 他說大腸裡面那白色那個 很像鼻涕的感覺 然後他們說吃起來很噁 而且他說 為什麼會腳不爛 而且越腳 他就感覺你那什麼表情 所以你朋友常常吃鼻涕囉 沒有 他是覺得說 看起來為什麼吃起來很噁心 本來蚵仔麵線跟大腸麵線 是一個很好吃的東西 今天被你這樣講 以後都不敢吃大腸 不是我講的 是我那個朋友講的 這朋友很下流 而且他說 什麼 那你有請他立刻回國嗎 沒有 就拒絕交這個朋友啊 沒有 你要做好外交嘛 他慢慢的 他有開始慢慢能夠接受那個東西 我們那邊的 對華人的刻板印象是 華人會吃狗 吃貓 對 我們都會這麼想 然後我記得我們家那邊 有開一個新的餐廳 然後我們也會 也會有點怕進去吃 因為其實是滿好吃 但是那個雞腿 裡面的雞腿是超級大 因為我們其他的餐廳 那個雞腿是滿小的 就是很普通的 大概那麼大 那個雞腿超大 然後我就想說 這個雞腿哪來的 後來就發現 附近的流氧狗 流氧毛 越來越少耶 對 沒有 它是一個說法 說法而已啦 對嘛 假設你在詆毀華人 我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我的法國朋友都很擔心 因為我們法國人都覺得 你們華人都吃肉 過肉 沒有 台灣沒有 台灣沒有 很少 已經沒有啦 台灣是不吃狗肉的 但是現在越來越少 而且是犯法的 是犯法的 是要被抓去關的 你要不要找一下你的Luna 還在不在 沒有 Luna有點瘦 沒有肉 在地牢 是德國人去中國餐廳的話 可能是春捲 或是公共寶雞丁 或是那種 花生醬烤鴨 這種東西 花生醬烤鴨 在那邊吃到的東西 跟台灣賣得完全不一樣 我以為台灣人都吃這種東西 所以我剛到台灣 我說 我要的東西在哪 我一直找不到 然後有一次 第一次我的朋友 帶我去餐廳吃飯 我就看菜單 我覺得這個是什麼 因為我也看不懂 這個是什麼 就是 我就 都沒有我要的東西 但是有一個 這個我知道 對 好 我就點了那個公寶雞丁 它來了 我就開始吃 但我放在我面前對不對 然後我就開始吃 然後其他人就看著看著看著 放在中間 然後他們也拿 我很不爽 幹嘛你們吃我的公寶雞丁耶 我覺得很不禮貌 結果我才發現 應該是大家要一起吃的 因為我們在德國 去餐廳點東西嘛 我們都大家點自己想吃的東西 對… 我以為他們不禮貌 結果是我不禮貌 就很笨 對 那是我 德國吃飯沒有 沒有大家一起吃的嗎 沒有… 完全沒有 都是自己自己的 這不會比較是自己自己的 對 不然他們就會自己挖出來 是自己的 連德國的中國餐廳 外國人那邊點東西 都吃自己的 我可能分別人一口而已 可是我第一次來台灣 我知道很奇怪 因為你們常常吃泡麵 可是我們在法國 泡麵是最便宜的東西 如果有人沒有錢 他們會吃泡麵 因為很便宜 可能是三十塊吧 是二十塊 我們泡麵同貴 也很便宜 南漢大餐現在五六十塊 五十八塊 但是我去倫敦 我去倫敦一年 然後那時候我是學生 我們也沒有錢 然後 每天都在吃泡麵 你真的很便宜 其實以前 真的是沒有錢的人吃泡麵 真的 都是買那種最便宜的肉燥麵 然後打顆蛋在裡頭 但隨著台灣的經濟越來越好 後來就變成 泡麵有好多種口味 它有一些日本進口的 好香喔 什麼拉麵的泡麵 對 味噌泡麵 它怎麼好意思 一碗泡麵一百多塊 對 阿爹 你有在英國 買過台灣的泡麵嗎 有… 好吃嗎 你覺得 買得到嗎 可是我們不會隨便歇換 買得到台灣的泡麵 請問你們知道 請問各位請問你們的泡麵 是用泡的還是用煮的 有加熱水要做 他們是用泡的 所以就煮不出那個要煮的才好 不是 現在泡麵有出一包跟一杯的 那基本上只要是一包的 基本上都是要歸在煮的那一塊 所以有很多品牌都會分的 年輕人就是去學校的時候 當然會帶一些就是泡麵 然後去乾的 他講的是類似像喝雪麵 那個不一樣 然後在台灣我去加熱福 然後看到那麼多泡麵 但是都不一樣 我想 但是有一個奇怪的是 就是颱風來的時候 泡麵就都沒有了 對啊 因為最簡單 因為煮泡麵才能跟中間 而且因為我們台灣 颱風天就是泡粥跟吃泡麵 就是這兩個 不然要幹嘛 對… 好的 因為他們 這幾個現在讓我們台灣 已經很久了 所以今天他們都有帶 那個推薦的台灣美食 他們喜歡的就對了 現在就來上菜 對 台灣美食 文明世界 新男們當然不會錯過囉 今天在節目裡 新男團就要不藏私大方公開 他們心中第一名的美味 到底新男們的最矮 會是哪些美食呢 我們一起來瞧瞧 法比爾要介紹的是 宜蘭翁瑤雞 哇 好棒喔 因為我很有名啊 為什麼要介紹這隻雞 因為我常常去宜蘭沖浪 然後有一次我一個台灣朋友 我們會去台北的時候 他跟我說我們去教戲 有一個很有名的烤雞的餐廳 我們吃吃看 那個餐廳很大 然後有很多人在排隊 排隊啊 在排隊 然後我們是有個人 我們先點一隻 怎麼夠 再點一些 在台北 很多雞肉他們會用一些薑烤的 所以我覺得那個味道是 有一點很重 就是不一樣 可是這個是比較簡單 你知道 他們 而且他們特別挑的是黑土 黑土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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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們有一些是 秘密的材料 再用 街道的 街道是 古老的 古老的方法 因為這家太有名了 他就在那個交流道 你們有去採訪過嗎 兒童也可以進去嗎 沒有 他太有名了 所以還來不及我們採訪 他就被採訪過 這一家老闆以前是嘉義人 然後從嘉義上來的 然後他以前年輕的時候 有做一些壞事 但是他就是重新開始 所以開了這個鳳瑤雞 對 對 他們家以前遭遇過火災 老闆是妳前男友 你怎麼那麼爽 不是啦 就不會了解他的心路歷程嗎 所以真的如果在當地吃這個 在宜蘭吃的話 是真的要用這樣手 對 也是要吃的 不過我去吃那個時候 那個老闆有跟我說 他有一個吃法 就是 怎麼吃 因為他來的時候它是一盤 然後一樣 他也會把這個雞汁放在旁邊 那因為其實現在宜蘭這個鳳瑤雞 它都是用黑魚土雞 就是我們現在台灣很有名的 低雞精的雞 對 對 因為它的 為什麼要用這種黑魚土雞 因為黑魚土雞它本身 它的雞肉的那種油脂 比較豐富一點 所以就是你在搬這個肉的時候 你搬完之後 要把這個肉汁直接 要把這個肉直接沾肉汁 然後再訪問這裡 他就是要下來的那個雞精有沒有 比歐好貼心 他把你們撕成碎片 這樣給你們撕成的 對 而且他說他的手好燙喔 好燙 沒有 一般來講 這個裡面還會再裝 還會再戴一個手套啦 對 而且這個是用龍眼木下去 就是放在那個翁瑤下面烤的 所以它會有那個 煙燻的香味在這個雞皮上面 這家店真的是生意非常非常的好 怎麼這麼好吃 太好吃了 你注意那個雞皮有煙燻的香味 對 如果你在想法國的話 想家裡就去吃這一家嗎 對 我們在法國 我小時候每個禮拜天 我們跟家人一起吃飯 然後我們會點一隻 一隻雞 如果你吃不完 你可以把雞肉放在冰箱裡面 然後吃冷的 冷的鍋 我們會用麵包 然後放些沙拉 一些筋菜 變三明治 橄欖油 香醋 然後雞肉裡面 還有橄欖油 非常好吃 它這算這個雞是一雞多吃就對了 對 下次一起去比歐家吃好不好 好 來 請問一下兄弟妹 你們吃了之後感覺怎麼樣 非常好吃 然後其實在日本也有很多 雞肉的料理 像我們南九州 有些人吃那個 生的 雞肉 雞肉是生的啊 對 地雞鍋的那種雞 對… 雞肉養非常好 對 特別吃就是 生的雞肉非常好吃 但是這個他們的很厲害 因為就是我們剛剛 我剛剛吃的是雞胸肉這邊 因為通常在日本 像那個燒烤啊 那種的方式的話 它比較會乾 對 但是它還有很汁 對… 因為它發生在甕裡面 對 甕裡面都悶在裡面 對… 水分還是很多 水分還是很香 我覺得超好吃 很香 就你們美國 跟你們美國的炸雞比起來了 我比較喜歡這個 我比較喜歡這個 因為炸雞的那個粉裹太多了 對… 但是我有一個點我不喜歡 有頭 對… 外國人的 我不懂為什麼還要留那個頭 就是完整 完整 對 因為那個頭 真的在尾牙的時候很重要 我去台灣的花蓮 對… 部落 我跟一些阿美族的朋友吃這個東西 然後超好吃 然後先把它放進去一個桶子裡面 然後把… 那個桶子有一個盤子在下面 然後就是放火上面 然後烤 快一兩個小時 我忘記了 然後就是拿出來的時候 我們一樣用手吃 把它剝開 但是那個汁都在下面 就可以這樣沾 好… 好棒 就是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意思 好 好 來 少霞 對 德國也有 其實差不多一樣的東西 我們可能 特別的節日 可能家庭聚會 因為其實德國人 在家裡烤雞的話 會比較麻煩 因為可能要烤很久要準備 所以可能一些家庭聚會 或是聖誕節的時候 我們會吃這種東西 然後味道也差不多一樣 我覺得很棒 他們的煮法真的很特別 真的好吃 如果你們去伊蘭 一定要去教習去這個烤雞 你這樣介紹會不會 每天要排隊 我們就去都吃不到 而且這家電視它都現做 但是你去的話不用等 什麼意思 都現做然後不用等 對 它外面有很多那個 有很多很烤 就是拿起來之後 就立刻烤… 所以如果你客人 源源不絕來 他那邊就一直烤… 對 所以永遠是熱的 對… 巴比歐介紹的旺瑤雞 採用濃眼目 以古法燻烤而成 口感鮮嫩 是宜蘭郊西的人氣美食 下次到宜蘭 別忘了嘗嘗看 接下來輪到賈斯汀 到底他會推薦什麼美食呢 我們賈斯汀帶來的是 這個是 泰亞煮的竹筒飯 竹筒飯 竹筒飯 對 然後這個是 泰亞煮的 馬告排骨湯 馬告是誰 煮排骨 馬告 馬告是什麼 馬告 對 像胡椒 像胡椒 對… 它是泰亞煮的名字 我先介紹這個竹筒飯 它比較簡單一點 是 它先…它是加糯米 可不可以是哪邊吃到的 這個是在烏來 對 我很喜歡烏來 烏來 烏來那條街 烏來那條街 對 幾乎每個餐廳都有 是… 對 烏來 然後我就是 因為冬天也有開銀花 對 然後也有溫泉 很漂亮 對… 下面還有一個樂園 對…還有一個樂園 然後剛好天氣很冷 然後天氣很冷的時候 你吃什麼呢 就是喝糖 喝糖 對 所以我會來介紹這個馬告 對… 珊瑚椒 馬告 它這個味道 它是先把這個馬告 放進去水裡面 還有一些薑 對 煮 然後先把那個香味煮出來 對 煮出來 你喜歡那個味道之後 你再把一些肉 不管是排骨 牛肉 魚都可以 都很好吃 三位外景主持人 會聽得很不耐煩嗎 不會 我們為他加油 加油… 我們希望他可以就是 順暢的講完 不是 其實馬告它的味道 除了胡椒味道之外 有點辛辣之外 它還有一點點那個什麼 淡淡的那個 香茅 香茅的味道 對 有點香茅的香氣 所以煮燻的時候 湯你喝起來的時候 還有一點點香茅的香氣在裡面 它其實除了香茅味道之後 我不知道為什麼 聞起來有一股甘蔗的味道 香茅主要香 香茅的感覺 會回甘 而且它放這麼多 好像臭油丸 味道很重 味道很重 那馬告可以吃嗎 可以 也是可以吃的 可以 馬告吃的會不會辣辣的 會 一點苦苦的 是 我們外景其實很常去介紹這種東西 對 很常介紹 像有些草山蔬 它也會加馬告 對 就是因為原住民的山菜裡面 它會跟山蔬那種苦澀味 會有搭的感覺 還有煮魚的時候也會用 對 像原住民那個魚跟那個雞肉 他們會放在他們身體裡面 然後去烤 去蒸 然後味道就會整個充滿在那個雞肉裡面 對 其實這個當然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沒有很鹹 然後就是因為我們日本人 習慣喝得很鹹的東西 拉麵有夠鹹的 那個湯真的 對 但是我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台灣的湯怎麼那麼不鹹 但是後來習慣 後來發現 你看這個當然也是 它就是可以感受到 它本來的雞肉的味道 還有那個 這個黑黑的 馬告 對 馬告的那個香味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這個 這個我覺得很特別 因為日本朋友 竹筒飯 對 竹筒飯 因為我最近在外景的時候吃這個 然後我想說 他們在幹嘛 就是一個竹筒 就是竹筒 我不知道裡面是什麼東西 很像手榴彈 對… 什麼時候爆炸一樣 結果大家吃的時候真的很像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對 然後那個時候好像跟你吧 既我愛情的時候 我們過年 一起主持一個節目 我們去屋來 去屋來 也是吃這個 對 就是吃那個竹筒飯 然後我覺得它的飯很特別 因為它外面比較黏 然後它有一種好特別的口感 我覺得很棒 那個口感我覺得 跟一般的米就很不一樣 糯米 它有點黏黏的 它外面黏在竹筒上 所以它外面那個好像有一種皮 一種膜 一種膜 對…那個口感我覺得很特別 然後它也比較香 我覺得很好吃的 對 而且你們吃糯米 因為日本人很少這樣吃糯米 而且我後來發現 吃糯米的時候很容易很飽 很容易飽 所以就是吃一點點其實會很飽 而且就是可以沉很久 對 所以就是很適合外景節目 對 它現在有一些 它會把糯米跟白米混在一起包 因為就是可能對身體會比較好一點 比較不會脹氣 對 比較不會吃那麼多這個糯米在裡面 然後它有一些它會直接 全部都是包紅豆 然後加糯米 變甜的啊 對 就變甜 甜的嗎 甜的…就變甜糯米這樣子 巴比歐 你知道法國 有吃過這種東西嗎 我這兩種我都沒有吃過 你感覺怎麼樣 我就吃 那個飯跟那個豬肉排骨吃得很好 就是煮得很好 可是我覺得那個湯有一點太油 因為好像就是下面都是油 所以這個我 這個對你來講就太油啊 對 那個叫香氣 我們會就是做湯的時候 我們會把這個又 撈掉 撈掉 對 其實還滿好吃 那你有吃過原住民料理嗎 我只有我去過遠餐公園 有一個原住民的餐廳 那個誰開的 陳志遠他們開的 那個志遠他們開的 然後我吃 我吃 對… 非常好吃 它這個油還在 可能是因為高山比較冷啊 對 所以這個油喝下去 應該會比較舒服 對啊 比較能保持自己的溫度 然後跟保暖 很好吃 不然會像那個賈斯汀這樣 濕溫了 對 這個排骨湯 這個是我第一次喝的 好喝嗎 我覺得還不錯啊 對啊 口味還不錯啊 我覺得… 對 很好吃 那你有吃過竹筒飯 竹筒飯 這個是我第一次吃 沒有 這個是我第二次吃 我去什麼 南投的山 在那邊我有吃過 但是我覺得這個口味 跟我們有一種菜很像 什麼 就是我們有把那個玉米 就是抹起來 然後我們會煮 然後就是會用一種葉子 然後那個葉子就是會包什麼肉 雞肉還是什麼豬肉 對 這一定很好吃 這種 這真的看不出來用玉米做的耶 是玉米粉 玉米粉 對 玉米粉 那韓國還要講嗎 這個湯我第一次喝 怎麼樣 這個湯還是人生機好喝 我好像在講評喔 我覺得這個跟什麼人生機 其實差不多 你們的牛尾湯都比較好喝 對… 很像 但是那個 都是你們發明的 對 但是韓國的比較好喝對不對 等一下 這個 什麼 那個小 馬告 對 馬告這個對我很特別 我們放什麼 那個人生就贏了 就贏了 不是贏了 他講的半天就是人生機他嘛 他就是要跟我們說 我們用馬告不夠健康 因為人生比較健康 都是人生 對啊 都給韓國啊 張白山也是你的好不好 孔子也是你們的嘛對不對 不是啦 那請問一下竹筒飯呢 竹筒飯 竹筒飯我們 什麼都有 什麼都有 都給你好不好 比薩斜塔 巴黎鐵塔 都是你的好不好 101也是你們來蓋的好嗎 所以這個是對我巧合的 講口感會有 沒有特別 對 韓國人沒有特別 講口感就好 有不要這樣嗎 所以你覺得今天吃起來沒有特別 我們糖這個特別 這個 對我們普通的 對我們也有 你贏了… 你介紹的這兩道料理 被他講的一文不值 你覺得咧 沒有 我以為 馬告也是他們發明的 賈斯汀推薦的主筒飯 和馬告排骨湯 是泰雅族的傳統美食 主筒飯香Q飽足 馬告排骨湯香氣撲鼻 今年冬天到屋來泡湯 別忘了來上一碗喔 接下來就要來看看 賀少俠推薦什麼 好 少俠介紹的是 我介紹的是 韓州小龍湯包 這超有名的 介紹這個呢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的台灣朋友 叫我唱一首歌 什麼歌 我就說 德文歌 我不知道德文歌有什麼 我唱一個聖誕的歌 是 他們就說 什麼東西 我想說 他們一直在笑 我唱這首歌 我說 我哪裡好笑 他們就說湯包是一個食物 我想說 好 你們帶我去吃這個食物 可是德國唱的 你剛剛唱的是什麼意思 他們把我們吃 Christmas tree Christmas tree Christmas tree 對 然後就湯包 我想說 德國這個 我在德國的中國餐廳 也沒有吃過 我覺得它蠻好吃 因為 其實這個是 這個店是一個 這算好的 40年的老店 很多 你這樣一拿起來的時候 那個底部已經破了 對 對 它的皮我覺得很棒 它比較堅固一點 然後 但是它也很薄 然後它裡面的汁很多 那我聽說這個店是 好像一個 所以Justin 你也可以去那邊 沒關係 OK 其實這家店的 小老闆 大家應該都很熟悉 就是楊明威 這是他們家開的 對 然後他們家有名就是 小龍頭包跟一些小菜之類的 對 那我覺得它裡面特別香 因為那個肉跟它的那個蔥都 切得比較細 然後 有的 我吃過一些 龍包 小龍包會 那個肉有一點硬 但是這個就是很嫩 非常嫩 非常香 一把它剝開之後那個香味太濃 我已經忍不住了 我要先吃了 非常香 怎麼沒有準備醋跟那個 我餵你 薑絲 薑絲 我沒有準備對不起 我們可以吃嗎 來… 好 來… 好吃對不對 真的很香 會太燙嗎 可以直接吃嗎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很挑食的人 但是所以我接受的東西 我覺得應該是大家都可以接受吧 可以接受 這個很有名 這個以前 以前我們念書的時候就很常去吃了 來 我很好奇我們韓國那位先生 能不能接受這種東西 韓國也有小籠包嗎 不會吧 小龍湯包 有嗎 所以依林也不特別 你問一下是韓國的小龍湯包 還是它是台灣的小龍湯包好吃 但是我跟你講 今天第一次 跟你講 這個食物 我們贏了 真的 因為 韓國的這個食物啊 裡面只有肉跟菜而已 是 但是這裡有脂吧 所以 脂跟肉在一起 所以很嫩嫩的 我覺得你真的不能當主持人 那個美食節目的主持人 真的很不會形容這個東西 來 你來形容一下 我覺得這個其實我也常常去吃 因為它有名到日本去 就是因為日本只要直接採訪 然後我的節目有採訪兩次 然後我覺得 因為他們比較特別是 價錢比那個比較高級的 那個什麼…的 風 對… 比他們便宜 然後味道是不會示給他們 而且他們的肉的口感 跟那個味道很香 而且就是它本身的那個皮 這個味道也很甜 我覺得非常好吃 有些湯包它那個肉裡面的那個 你蒸完之後 它的肉味會在裡面 你們有沒有感覺 有些湯包是有肉的那種腥味 會有腥味 可是它完全不會 它是甜的 而且湯包就要吃這種很薄的皮 因為你從那個皮 就看到出那個湯包的做工 是到哪裡的一個程度 然後像以前像外省人不是都會做那種 最原始的小籠包嗎 就是它那個皮是那種厚的 所以厚的也好吃 那個也好吃 對 手工麵趕出來的 那個就是吃它的嚼勁 對 我之前住淡水 然後那邊我剛好 我那一條街有賣小籠包 是 每天吃 現在比較沒有感覺 對不起 所以怎麼樣 我現在要輸給美國是不是 是啦 我美國沒有好老實 好不容易韓國那邊安耐起來 你這邊又給我搞亂子 好 憲哥囉 現在全台灣最喜歡的菜就是 對啊 我覺得很特別 就是那個皮很薄薄的 然後裡面是那個湯 看到沒有 很知足啊 他很知足 而且你剛剛丟呢 還有嗎 有… 我覺得非常好吃 有… 我剛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不知道小籠包那麼有名 然後 我有很多外國人來台灣旅行 跟我說我要去那個餐廳啊 吃小籠包 不是那個有名的餐廳 對 定大夫 定大夫是什麼 我們去過 我覺得很好吃 可是很多人在排隊 要得很久 真的非常好吃 對 對 因為這一家其實 它也是人很多 但它流動率很快 是 很多外帶的 對 排很久 各少俠推薦的評價小龍湯包 皮薄餡多 爆漿又美味 吃許多老台北人的最矮 價格高貴不貴 難怪少俠一試成主顧 同樣深耕台灣多年的夢多 又會帶來什麼好吃的呢 夢多要介紹的是 阿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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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的食物喔 其實聽說就是阿芽這個名字 就是日文的名字 其實日本有阿芽 但是完全不一樣 不是說完全不一樣 你現在是要跟韓國人一樣的 沒有 沒有 我覺得台灣很棒 我覺得台灣人的聲音 日本人就是比韓國人聰明 對… 上道 所以這個是日文的意思 對 阿芽 但是日本的阿芽 就是只有豆腐用炸的 炸豆腐 對… 然後就是我們用醬油跟柴魚片 就是吃 就是有點像那個薩米的方式吃 或是就是豆腐 然後把味噌蛋裡面 我後來來到台灣 第一次吃阿芽的時候 老實講 很討厭 為什麼 不喜歡… 因為那個時候我在外景節目 然後去吃那個湯水的另外一家 然後那一家是很多人 所以我想說應該好吃 去那邊吃 沒什麼味道 而且有點欣慰 然後所以而且我是上三個月 再去採訪這一家 那時候心裡想說天啊 就是因為我們就是一定說 美味對不對 但是心裡想說 這個東西不好吃 美食節目主持人都會騙人 不會 我們不會勉強自己 完全不勉強 我們如果這樣吃到不好吃 我們就 第一 我就走出那個天家 我們會說好特別 那你怎麼演的 我是就是吃到不好吃的東西的時候 我一直開始講 這個東西很特別 然後這個好香 但是你看一下裡面的東西 這個很細耶 而且你看這個跑 那個比賽很飽 如果是好吃的東西呢 好美味 對 然後這個裡面的東西 我開始回講日文 吃魚果真的好吃 好吃 我覺得他剛剛講說 這個好細耶 那個表情才是誠懇 對… 因為我常常講沒有 不是 我可以說明一下嗎 當然… 然後後來就是到這一家 吃這個我愛上了 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我在採訪的時候 我看到那個老闆 用手工這個皮打開 然後就是加通粉 對 然後還有上面是玉醬爆起來 然後就是 對… 而且吃起來超香的 然後就是裡面的味道過濃 然後上面的醬很特別 我覺得很愛 對很好吃 對 這個醬就是很台式的 台式那種 對… 然後問題是這個 你看裡面就是好多 裡面好多這個通粉 很多料 對 通粉 對 然後那個其他日本的工作人員 也有吃 他們感動了 哭了嗎 對 沒有 快哭了 很好吃 很好吃 來吃看看 所以先吃 這個魚丸湯呢 這個魚丸湯也是 其實我也之前不喜歡喝這個 是 因為有腥味 但是這一家的 因為我剛好那天就是吃完這個時候 就是因為裡面的都是很多 所以有一點苦 所以那個…喝這個 很香 而且這個魚丸湯 是 都沒有腥味 這個魚丸沒有腥味 對 只有美味 很棒 對 我們方便吃嗎 可以… 而且這個也是銅板美食來的 而且這個應該全台灣 每個人都吃過了 對啊 全台灣應該沒有人沒吃過的 對… 好大一顆 真的… 好大一顆 這個大人真的吃一顆就飽了 一顆就飽了 而且他們的那個醬料很奇怪 你加越多越香 而且不會鹹 對 不會死鹹 因為它裡面冬粉的味道 其實滿清淡的 我們是真的很喜歡這個醬 而且阿根的醬料很重要 我們來問一下 請問一下 King 韓國有這種東西嗎 還是這個就是韓國的 就不是韓國的 但是韓國有差不多 那一種食物 你就是沒有 還要一定要講有就對了 錄到這裡好不好 不要再錄了啦 沒有意義 因為什麼韓國都有 沒有意義了嘛 因為我跟你講 還是這個節目韓國其實也有 沒有 沒有 原來我們都是韓國人 沒有 因為這個裡面冬粉 我們也有裡面冬粉 但是外面是我們包浴板 浴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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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跟你講這個 怎麼吃比較好 他還要教我們吃 你吃這個跟辣醬還是醬油 你們台灣人連吃飯都不會就對了 這個醬油 我覺得甜甜鹹鹹 這個還不錯 但是我們韓國人 比較喜歡辣味 還是如果你不喜歡辣味 比較喜歡吃醬油 醬油的味道 所以這是第三的就對了 第三選擇就對了 對 味道他也覺得不合 然後那個湯 那你把它倒掉嘛好不好 其實我們也有 但是 但是我想問你 這個一定要賣對不對 三十幾塊 三十塊四十塊 對 差不多… 但是你去韓國 你在韓國的話 你去辣醬年糕店 是 然後問老闆 我可以喝湯這個嗎 這個不用錢 在韓國 韓國這也厲害好不好 有用錢 也是有煙碗嗎 魚丸是手工的 這有料耶 魚丸已經要 魚丸是手工的 是大顆的 而且裡面還有包的料 這個要付錢 但是我說那個湯 是阿婆甜不辣 野湯都是名的 對啊 這樣也不用錢啊 韓國的那個湯 是算東西的湯 有記到 對… 台灣的7-11的O-Land 也可以喝到飽啊 怎樣 這個沒有 沒有… 對不起… 請問一下金敏哉 請問台灣跟韓國 你喜歡哪裡 我喜歡 韓國啊 你怎麼沒有繼續待在韓國 下飛機才拍下 你怎麼沒有韓國科技 他們課本這樣寫這樣 對啦 對啦… 夢多推薦的淡水阿給 新鮮魚漿 配上滿滿的餡料 再頂上特調醬汁 每一口都是美味 這家店靠近淡江中學 最大的特色 就是手工現場製作 有機會 一定要來吃吃看喔